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从来没看过这么奇特又专丽的景象 这八座山林上发出的观又是 这里应该就是紫菌八境镇了 周围这个八座山 山林代表是天极八极 有地底下的地脉引动 人依天上的星宿变化 将四周灵气蓄于此生之中 这些灵力一来 却可以维持保护此地的紫薩封建 未来可以作为修炼的助力 左旋的确是非同小可的人物 任务过人的难与努力 不可能造出如此浩大之物 此处空旷开阔 看来的确适合逃离 但高总入云 我们得先长出翅膀 或是学会飞才行啊 沈少侠 你听得见我的声音了吗 我好像听见 有人在我脑子里说话 沈少侠 你听见我的声音了吗 原来孙姐妹你们来了 如此实难 先前尝试闯入境界的 就是你们了 我们确实刚才 刚才上到这紫薰八经镇 不过这里看来 位于山顶之顶 四周仅是无处可去的云海 接下来该如何是好 还请孙前辈 字典一二 沈少侠 左旋的紫薰宫 位在黄山紫小峰底 他被建在陡峭的绝壁之上 只有从天上才能营救你们 然而 我们无法从外面 直接通过保护他的紫薩境界 得靠你们在境界之内 让此军八经镇暂时失效 此刻的天使是镇尾 八经镇的灵力 都集中在镇尾之柱 你得设法前往镇尾之柱 并破坏那里的风石 让原本互为均衡的八级书主 骤然间失去镇尾的力量 造成的冲荡 便可能在那里的境界上 扯出缺口 让我们有机会飞下去 将你们救出来 我明白了 镇尾之柱 多谢孙前辈 我会设法试试看 公子 你刚刚突然一个人自言自语 莫非 是有人在对你传音入密 此刻孙前辈 这雨点珠正在上面等着 他指点我们 到八经镇的镇尾之柱那里 破坏风石 是否在境界上弄出缺口 他才能下来救我们出去 所谓下来救我们出去 莫非 这回真要用飞的 说不定是这样呢 莫非何大树你怕高吗 想不到事实上还有你会怕的东西 不过与其担心这个 咱们还是赶快找到那正位之柱再说吧 事不宜迟 咱们之就走吧 画广坏 停 就這樣吧 公子 正位代表東方 奇象為雷 这块风石上似乎凝聚着强烈的紫电之气 应该就是我们要找的镇支风石 应该就是这个了 孙前辈要我们破坏这个风石 不过美聪明如何破坏 莫非要大家拿着冰热用力敲澡吗 既然是与雷有关 说不定我的雷可以试试看 木雷神区指电黄旗 我该不会是出手太重了 不用担心 你这一记雷电历落得紧 少了我们不少风石 风石被破坏之后 剧场隐居雷电之气里面的去处 就会在周围乱窜 引起风界尸痕崩底 散岁岳灵的与雷电也没有 我的神奇大鳥是朱雀 你是孫子前輩派來救我們的嗎 你認不出我了嗎 你是點珠 白姐姐 現在先別想那麼多了 大家趕快彈到我背上來 其他的自殺風機非常穩定 所以是有可能崩潰 咱們先離開這裡再說 坐騎有可能是朱雀哦 點珠 那我們就有勞你了 大家快快大家趕快跑上點珠的背上 哎啊我人呢我沒有在你背上啊 我沒有在你背上啊 喂我沒有在你背上啊 我不是在你背上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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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我们刚刚还坐在点珠背上 飞离紫禁封建 然后 是一阵突如其来的强烈白瓜 可来 是之后的冲击 把点珠和我们分开了 然后我们被传送到一个 不知未在何边的处所 这样大家似乎都只是昏过去而已 大家都没事吧 姚妹 你还好吗 我没事 只是觉得 还有点头晕眼花的 这边是引界 应该是引界没错 虽然我们都平安 逃离了紫玄宫 却又意外拿到这陌生之处 不过这里的景色 看来似乎 又有几分熟悉 这里 这里像是上次咱们逃离 行江崩毁的碧朝宫时 经过奇异的光门 抵达的遥远云上世界 若我没记错的话 似乎是叫做引界 和官人记性真好 这里应该是引界的一角没错 沈少侠 这里的确不是寻常的引界 老夫有某种预感 在那云上山岭的尽头 有什么正在等着你 既然小前辈这么说 我们这就去看看吧 你们总算来了 欢迎几位远道而来 本座在这里等待了许多年 总算等到你们大驾光临了 不过此地由于许久没有访客 外头可能处理整理 趁你们来此路上呼朽不熟 鸟兽世界之类的阻入 本座有失远迎 来客不周 来请总会包含 请问前辈 就是这座宫殿的主人吗 初次拜见 请问前辈 如何成活 本座的名号是赤龙帝君 不过这称呼挺拗口的 若你不拘礼节的话 称本座为龙君或前辈之类的 也无妨 此外在说不上是上手 毕竟没很久以前就该来的 虽然 只要很久 不过总比不来的 晚辈愚昧 对前辈这番话感到颇多不简 不过 依照您话中之意 似乎是早就料到我们会来 不知前辈对我们有什么指教 那还用得着说吗 当然是接受本座的考验 和本座好好较量一番了 这前辈的请求太过突然 晚辈全然没有准备 甚至不明白 是要证明什么资格 较量这种事 本就是随性而知 说打就打 何况已经迟了这么多年 莫非还要挑良辰吉日 先沐浴更衣不成 本座有烟在闲 这场较量是为了确认你真正的本事 严慈本座所下不会留情 如果你不把这当作一回事轻呼一对 只怕会有生生命之佑 明白了吗 晚辈明白 既然前辈看不起晚辈 晚辈也只能全力以赴 得罪了 哦赤隆嘛 哈哈哈哈 本座等这一刻很久了 来吧 那本座瞧瞧你真正的能耐 不會太快打死他就 没什么没什么好玩对不对 呀 呀 嘿 啊不闹了 那正打 防摩大方 太焰龙珠 感觉没有很强啊 我刚我刚也以为是单挑 我刚才是单挑 又不是 就是这么 这么 这么卑鄙 我就是要围殴 围殴战术 哈哈哈哈 圣龙之欲 随便拿都拿出来 人家是人家肚子饿啊 哇这打两刀他是死的 好强好强 还好还好 我身上刚好有一块玉 啊 那个重复暗 再见 天火之处 裤个蟹喔 怀疗 对 为什么 我 我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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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嘗嘗我的厲害 縱軍鋼破縱軍震魂 嗯還行 雖然差了之前那傢伙一級 你已經證明自己有繼承玉檢的資格 依照正氣的疑點 現在你必須將玉檢呈上 由本作來為他刻上正氣的名詞 前輩所說的玉檢是這個嗎 正是 這就先借本作一用吧 赤龍帝君齊訓 請奉天律帝斥 於此功行契儀 有成命記印者得於親政其能 須以授檢名柱 並起似龍之道 好 好了 這塊玉檢已刻上本作的註詞 代表你已得到本作之證 你可以將它拿回去了 前輩 這塊玉檢上原本什麼都沒有 此刻 卻多出了數列我沒見過的金色細小文字 這是您剛剛施咒刻上去的嗎 呃 莫非 你於這一切全然不知 怪不得自己宣言之後 三千多年之間 再也沒有人來過這裡 看來並非因為絕地天通 而是風扇之遺私傳之故 龍君前輩 記得我以前聽師父說過 風扇是向天神地祈 報公祈得的儀式 有許多皇帝都行過 莫非 這與你所說的風扇之遺並不相同 正是 真正的風扇乃是人事所系的大儀 與這些凡間皇帝自己想出來的幼稚兒戲 根本是兩回事 這麼說來 晚輩之前好像聽左玄前輩說過 所謂的風扇之遺 須由通過刺君考驗的天命之人 為其誅氣 登上風扇台 重定神器雲雲 正是這個 那時祖前輩也只是略微提及 而晚輩記性不好 只能勉強記得這些 那麼 你還不知道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是 龍軍大人 龍軍大人 您的個性豪爽親切 是位心熱之人 我也看得出 您對深大哥的到來期盼已久 對他寄望甚陰 小姑娘 算你的這番話說動了本作 你們卻有必要多知道一些 天條綠令之類的 就隨他去吧 那一切 你的原油 得從很久以前說起 天地開屁之後 為了讓世靈之力 充盈荒蕪的大帝 呼吸女女娲兩神創造了人族 讓他們在神中繁衍交配興旺 然而二神祭與人族日見 強大的靈力而掀起一場大戰 只成兩階的天柱因此占卿者 因此占卿者 占卿者 是嗎占卿者 沒有交配嗎 太順太順了 然後這天幕清烈洞開 為解救天地崩毀之為 天神弟子 與人主一起行事立約 女娲以己為盤坐 龍軍分鎮四集 分鎮四集 人主獻臨劫氣 在這集天地南山者之力的 天地之氣的力量下 終於支撐住青島的天柱 三界得以恢復原貌 這就是由當時的人 黃基全員所行的第一次風扇之語 因此占卿者 我想說什麼因此占卿者 傳自上古的風扇之儀 原來是如此由來 為了結合三界之力 在風扇中 需要三界靈氣輔助 水猶太順號 少號兩身 獻上珠奇 紫信娘劍 代表天與地的靈氣 但代表人間的靈劍 腹之雀毒 臨時以九一天尊劍佔帶 啊九一天尊劍出來啊 終於提到了 因此這次的風扇並不完美 只能維持六四甲子之久 三千六百年內 人界生還必須重回風扇坛 代替天地之情 否則氣斷約絕 只曾天柱之力消失 三界便會再遭大嫌 容君大人 近來地脈的紊亂日增 各處地震平起 天地之間 也發生諸多不穩的異象 莫非 就是這天地之氣的期限將近之固 正是 三千六百年之限已見 天地之氣的力量所剩無幾 若步行風扇 復慰天地之氣 這些災變異象 會日益加劇 一切的希望 就看命定的人狂 能否再次完成風扇了 根據星耀玉士 繼承凝界的人界 真狂千年前就該出現 如今已經遲了這麼久 如果再錯過這最後的時機 那麼即使天神弟子齊聚 也挽救不了天幕崩壞的結局啊 前輩 這個命定要完成風扇的人 就是晚輩嗎 神子聚 天命造化這回事 有時很難說得清楚 或許你不覺得自己哪裡特別 不明白為何承擔這些 然而輸命會引導你來遲 其實已經說明了一切 多謝前輩細心說明 晚輩大致明白了 只是一口氣輕人這許多的事情 必死理不出個頭緒 晚輩接下來該怎麼做 更能請前輩明示一二 三靈器與你有宿命之伴 最終必會集合到你的身邊 在這之前 你得先收集五塊會在風扇之一使用的預檢 一中四塊須有龍軍正氣名詞 才能開啟完風扇台之道 如今五塊預檢 你已得起 你還需尋找其他十塊 帶著他們足以通過其他三名龍軍的考驗 並刻上正氣名詞 當你完成這一切時 宿命自然會將你引導到風扇台 你接著要去的是東方青龍月 基路口位於泰山某處 找到下一塊預檢後 前往泰山尋找這個營界之門的所在 只要你帶著正確的預檢 就能從那裡前往青龍月 往青龍月的營界之門都位於長野無法抵達的絕齡 你從平地是到不了的 得從天上留意發出霞光處所才行 本桌能告訴你的就到此為止 之後得靠你自己的 多謝前輩指點 聽來親好要忙的事可多了 雖然晚輩還是覺得難以置信 不過 或許就如義父所說的 每個被生到這世間的人 都是為了某個使命而來 如果 繼承風扇之意就是晚輩來到人世的理由 晚輩也只能全力以赴 盡極所能來完成自己的天命 所擔心的是自己平庸愚鈍 難以當此重則大任 不用多謝 既然上天選擇了你 自會在冥冥中做好安排 在你離開之前 記得將預見放到鎮 鎮檢製作上開啟引戒之印 回訪用的引戒之門才會出現 最後 記得水火焦脆之地 曾子俊本作人說的就到此為止 述不遠送 請祝你們之後一切順利 多謝前輩 那麼我們被告死 如果給你 請便宜 你怎麼可以 請便宜 今天 請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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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啊,过去圣诞歌也帮过许多学校能让我帮你们啦 学会我的时候可千万别客气哦 跟着你们一起到处走走一定很有趣的呢 多谢圣小贝,既然有了这么方便的东西 以后我们一定会经常劳烦点珠的 圣少侠,想必你接下来还有许多事要忙 我们已经在此打扰多时 点珠也吃了一肚子的糕点 就不继续耽搁你们的时间了 倘若有缘的话,咱们今后还会相见的 我们先告辞了 两位请慢走 那似乎是本门的传书之鸟 妖妹,刚才的小鸟是 哦,这是空同派的植鸟传说之术 是大师兄传信给我 圣大哥,神武门掌门,已是当今武林盟主慕容前辈 哦,慕容针 等一下,神武门前辈是慕容针吗 对吗 没记错的话 天选通孔子云松阳 哎,这个说是慕容针没错吧 应该是的啊 白姑娘所说的这位慕容掌门 是八方神武慕容羞吗 哎,不是哦 不是慕容针哦 就是他爸爸 钱袋啊啊啊啊啊啊 这个好像没有登场过 对不对 在还神节那个时候 有提到吗 哎,优诚的时候 讲错 优诚 还神 还神有神武门吗 还神节好像没有神武门 对不对 啊,正是 没想到何大叔也知道他 莫非与慕容前辈有渊源吗 慕容前辈年轻时 任职于太原府军 以热衷武艺出名 我们何家是太原的枪法名门 当时他常来向家父请义切磋 而我当时要开封重军的时候 他正好调认为进军都指挥使 当时我父亲与兄长都已顽固 他过年协议与何家的情谊 不但对我十分照顾 还亲自指甸我枪法 与我青铜师长 后来他为了专心于修道与武术 而决定卸脚归降 在他远赴襄阳建立神武门之后 虽然我一直想去前去拜访 却因为诸多原因为你成行 这些年来未曾再见一面 这回路能沉变前往襄阳 拜谢他老人家 那真是再好不过 原来何大哥与这位慕容前辈 有如此深的渊源 既然如此 咱们就一起到襄阳走一趟如何 也罢 这回就跟着你们去瞧瞧也好 太好了 既然大家都同意去襄阳一趟 那咱们这就走吧 ok 我不让可以骑点珠了吼 然后想骑就骑想召唤 然后想用就用 好色哦你们真的好色哦 真的是很色哎 到底这个剧情到底 是我们太肮脏还是 而剧情本身就这样 是我们是我们经历太多事情了吗 可是只有我这样子想 只有我这样子想吗 应该不是吧 看看你们的油盐 你们要不要看看 你们在说什么 怎么可以这样子对点珠呢 他刚刚说过啊 他在珠圈里面还算是雏鸟 啊我要怎么切换他 啊我要怎么叫他给我起 呵呵呵呵呵 要怎么叫他 给我起 呵呵呵呵 哦等一下我是卡住是不是 等一下我卡住是不是 哦没事没事 好走吧 好这个神秘老子的支線哈 我们已经完成了哈 1200 2万钱 玄硕元金 九幽化玉 都是一些 普普通通的东西啊 啊 有一个是装备这个 闪避哦 九离祖的事物 其内凝聚优穗之力能提升春代史的咒術威力 嗯 这之前的我而已 也许我的前面有外号的珠雀啊 等一下我又这么久 怎么觉得怪怪的呢 燕 这个东西九离祖的事物只能他装 什么意思 你是在暗示我什么东西吗 燕南青 你难道是 九离祖 妈 也不要爆雷哦 我是猜的哦 那哥哥你好帥气啊 哎 然后他说对话后要去什么跟左旋 对打的地方落落几圈 这是什么意思 攻略叫我这样子做了 然后再讲话讲话 好怪啊 这什么意思工略叫我去烙几圈 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烙 不太懂 这工略做吧应该是啊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这样烙 好我们再烙烙一下 为什么要烙啊 开眼哦 好开 对啊为什么要烙 没有啊 还是我跟我没出发 哎有有有有了 那哥哥这条路上明明什么都没有 可是你来回找好几只 看起来在找什么东西对不对 那我猜猜你是来找那个黑色的配 黑色的怪剑 我们刚才绕好几圈之后就出发了 黑色的怪剑 记得依附于左前辈交所之时 原本又有那把能论鬼剑 因为受损过重 无法再承受左前辈的一击 外面的鸟好吵 好大声哦那只鸟 有一只行把 任鬼剑往地上一抛 接下来 我抛过去的霸剑 这样之后遇上许多事情 那我忘了还有这把剑 结果任鬼剑的任鬼剑的材质特殊 如果找回来或许还有一些用处 小妹子 你问起这件事 莫非知道那把黑色大猩去的哪里 我知道啊和我一起来这位玩的阿吉 把他拿走了啊 我向他矮子王大刀 那把剑立起来比他个子还高 你看他知道他根本死不了 他却没有回嘴 闷闷闷的把大剑拖走 我不知道他拿什么主意 不过他一言论真的样子 所以在旁边都没多说些什么了 那哥哥 你这打算找阿吉要要回那把大剑吗 嗯 我又有这个打算 不过在这之前 我想先知道阿吉 为何需要那把他用根本用不了的大剑 阿多妈是遇上什么超过自己人意的麻烦 那我也帮他解决这个麻烦来作为交换条件 他应该很乐意把大剑还给我 我想这样才是最好的 那哥哥你这是好人 而且看起来很厉害 应该能说服阿吉不去玩那把 你不小心就肯压死他的大剑 我们就在我们就住在 城西北的巷弄里 你可以去那里找他 多谢小妹子 我就去那里瞧瞧 我们找到阿吉了 丘成的阿吉 各位小弟弟 我猜你就是阿吉吧 听说你拿走了掉在 银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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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上的那把的黑色大剑 但是我一拂以后有东西 想请你把它交还给我 那怎么行 我需要这把剑去救我店 而且你不过就水果说说 我怎么知道你这番话是真是假 不敢怎么样 那把剑我是不会交出来的 你快走吧 小弟弟 虽然不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情 但我肯定那把剑不是你的使得动 由着他 由着他对你毫无用处 如果你想办宁众的话 得想想其他方法才行 我才不信 那把劍看起來就很厲害 一定是妖魔的克星 現在我每天都努力練力氣 你看多久 我就拿起他練劍法 然後去找那可恨的妖蛇 又是妖蛇 哎之前阿喜的是妖蛇嗎 還是鞋子啊 鞋子啊對不對 是鞋子 妖蛇 是那個血靈神珠的那個 小弟弟 聽起來你爹似乎遭惱妖魔所害 你撿回那把黑色大劍 原來是想打算靠自己練劍來除魔 舊父 我很佩服你這份心意和祭辭 日氣 但想法未免太過天真 幸好正上場除魔自己 過去對付不少妖魔 不如你把整件事情經過 向我說個清楚 如果能幫他上網 或許能找到幫你解決這個問題 你說如何 阿哥哥你說的對 我這個想法真的太過天真 而且看起來很厲害 我看那把劍應該能打敗那個妖蛇 那個蛇妖 事情是這樣 大概一個月前 我爹去承換打氣野味 聽起來他都會在幫忙前回家 但他一直沒有回來 隔天有一批守門的士兵來敲門 把昏迷不醒的爹抬進家裡 說開城門時就發現他打到門外 不曉得是怎麼一回事 然後那天夜裡 爹 躺到床上的爹突然醒了 然後在繩子清醒的 短短一瞬間 就把那個天的照片說得出來 他說有個奇怪的聲音 印到他往東北方的樹林伸出去 他在那裡發現傷塊膠底的石塊 在那聲音的吹吐下 他推倒的石塊 然後湧出個黑漆中出現一個黑色大蛇腰 長著一對蝙蝠般的寬大翅膀 還有一對碧綠的眼睛 那蛇腰聽起來是化蛇一類 雙塊石頭是某種封印 他的迷惑人心還被射下封印鎮壓 小蜜是相當難成的對手 那那麼你爹後來怎麼樣 他成功逃離了嗎 我爹說看到那個綠色眼睛的瞬間突然清醒 於是轉身拔腿就跑 然後李亞聽著當他蛇腰在後面尖聲號叫 說他欺負已經被蛇責了舞破 說他逃走的變廢了 我爹說到這以後又不能我過去 所以我一直沒有醒來 回天我娘在街頭找到一個道長 說明爹的情況並且他指點 剛來家裡看過爹之後 說他的確是魂魄被妖物射走 射走 只要除掉那蛇腰被射的魂魄 就會回歸其中 那個之間射沒錯吧 除此之外 再也沒有其他解救之道 而那蛇腰可想而知十分厲害 他們自信的對付得了他 只能讓我們看看一點 所以你才接著那把大劍 倒上自己除腰救付 這件事情就交給我吧 你爹說他是往東北方的陵地伸出去 我待會就往那個方向找找看 除了那蛇腰還在遠處 不過有句話先說他前面 我幫你除掉蛇腰 但你得用你拿走那把大劍就給交換 反正你用不著了 我完成我的工作之後 你就給他 你就得把他還給我明白嗎 我明白 這樣能救我爹 當然沒問題 那麼一言為定哦 大哥哥 你先拜託你了 好像在這個位置哦 到了 好 浩翔的邪氣 我到阿雲都聞到這個腥味 三大哥 這應該是我們要找的蛇腰 看來的確不好對付 難怪被人 用咒石鎮壓 待會我們可以多加加小心 你們現在非尋常之輩 還在這裡做什麼 我好不容易才從那個風力燈脫身 絕不惜有人要破壞我的大事 如果你們敢趕造次 那就連你們的魂魄一起收下 你應該查得到 我們是被你所害那人來 雖然不知道你為何 被封印鎮壓 不過射人魂魄 就是不對 如果你不肯乖乖交還 就別怪我們不客氣 不過是亮麗的傻子 這是你們都管閒事 那能源就注定會都在我手裡 那我等著影響等了好久 你們非得要胡亂妨礙 那就沒什麼好說的 哼 藥內駭人也有這麼多藉口 既然本性不改 那就乖乖扶諸吧 簡單啦 哇 495 那我打他也是蠻痛的 真的蠻痛哦 剛剛那招好痛 等一下等一下 噹噹噹噹 我剛是被暴擊哦 反正這一次要幫我處理好啊 不管了隨便了 反正他只要好看就好了 哦那皇子是暴擊嗎 一般人是就是沒暴擊 OK 要贏了 他攻擊力蠻高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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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在里面就会出来害人的 那么被他所思的魂魄 想必已经重获自由 我回去把这个消息告诉阿吉 相信他父亲很快就会有起射 我有层在南方巷口的杂物后面 那些是以伯父摆摊的用的东西 他不过他最近不做生意的 也是一直把他堆在那里 你放一下应该就能找到 你还真会找地方藏东西 我最后去把他拿回来 多谢你帮我保管他 我也会记得你除魔救父的勇敢 与志气 相信你将来会成为非凡的 祝你爹早日康复 在这里 啊 干嘛还要修理 真的闹了啦 还在修理一次喔 是没办法修理 然后可以装备 还是说 久离工匠之手 好烂啊 比我现在哪还烂啊 那我解这个任务大家干嘛 哦 攻略说 你以为这样子很烂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我们修好穷洋剑的吗 对不对 修好的穷洋剑 再把这个任鬼剑 融合 练化一番 你就会得到 九届的武器了 好 把人鬼任鬼剑 这人鬼叫任鬼剑 随便 跟那个穷洋剑 融合 怎么融合 來嘍 以地界的 九离之九离工匠之手 然后我们跟这个 公洋剑 幽黄融剑 上发黑色灵器的紫黑色奇形巨剑 据说是地界的九离工匠 以魔水打造而成 虽然沉重不不易运食 但本身带有墙内的邪气 与社命之能 连妖魔之处也惧怕他的威力 啊 幽黄融剑 也就是说你要合到比较强的武器 就是要做一些支线 哦 哦 秋洋剑的解释是 沒有特別講 我還57階啊 不過我們先把它合起來 哇 火出來哦 那他裝備起來 不是裝備 就是他這樣可以增加多少 哇 這把劍外型好帥哦 啊就這樣 丟黃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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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我還可以看